去年10月份,蔡女士看网络直播买了一台具有射频功能的美容仪,花了1700多。美容仪淘宝店铺名称是一串英文,粉丝量6000多。这款美容仪可以提亮嫩肤,锻炼苹果肌。其中一个模式是EMSV电流,可以把面部线条向上提。 用了两次前,大概是第三次吧,我就其实发现有问题了。用在脸上没有那种电流的感觉,一开始用是有一种提拉的电流感的。 蔡女士说,在店铺客服的建议下,她尝试了几种方式,还是没能解决问题。 沟通期间,店铺客服表示非仍为损坏,仪器质量问题两年质保免费换新机。 她更换了新机之后,今年1月份,第二台美容仪又出现问题了。 我换回第二台,大概也就用了没几天,我就再次发现了这个产品的质量问题,跟第一台一样。 就是用在脸上没有这个,就拉扯的那种电流感就没有了。 她说,那就再给我换一台。 那我拒绝了,我就不再信任这家店的产品了。我要求,就我提出退货。 蔡女士和店铺客服的旺旺聊天记录显示,客服表示订单时间太久了,不支持退货了。 蔡女士申请了淘宝客服介入。 在协商历史中,店铺客服表示,已经超出7天无理由退货时效,不支持退货。 2月12号,淘宝客服作出判决,执行方案是退货退款。 蔡女士把仪器寄回店铺,快递被拒收,又回到了蔡女士手里。 他们那边售后,其中跟我就建立了一个旺旺的聊天的这样一个。 她跟我说,让我再次寄回。 并且电话也联系我,跟我说,这一次不管对方是不是拒收,都会将货款直接退还给我。 让我放心。 蔡女士提供了和那位淘宝客服的旺旺聊天记录。 对话中,对方说是这笔订单的维权小二。 蔡女士提供了再次寄回的快递单号。 她等了一段时间,发现店铺那边已经签收了快递,却没有等来退款。 协商历史中,3月3号,淘宝客服再次判决,驳回售后服务。 之前淘宝客服已经做出判决,为何在寄出货物后出现重新判决的情况呢? 这家淘宝店铺页面没有显示工商信息,蔡女士希望和店铺进行电话沟通,对方表示没有售后电话。 记者通过蔡女士的账号给对方留言,没有收到回复。 现场,蔡女士再次拨打了淘宝客服热线。 之前你这笔订单的话,确实委缺商业那边判决的是这退货对款。 读回中国的话,商业拒绝了你的退款,然后委缺商业那边的话,再次介入处理的。 对中一个结果的话,是模糊一个情况。 产品也是她让我寄回并且告知我,只要我把产品寄回,你们就会将款退还给我。 蔡女士后来反馈,淘宝客服再次联系上她,表示可以继续退货退款了。 店铺方前几天已经寄回美容仪,只是蔡女士还没有收到货。 到时候蔡女士选择拒收,就可以收到退款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 2204 プラ Regery 7206 8207 感谢观看